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香奇MS偶像大師 大齊甘奈史戈非常的漂亮 封面畫的是非常的賞心悅目 一個長髮飄逸的女孩 美得像一枝花 背景有花瓣跟花朵做展示 完成大齊甘奈史戈非常的漂亮 那看她的表情呢 就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女孩 她跟櫻木真來用的是同一套的身體 基本上就是一個換頭的角色 不過我後來對比之下才發現 她們的鬆部是屬於中等大小的 所以也還算是蠻有料的 大齊甘奈的頭髮應該是比較偏紅的咖啡色 那後面就是她的長頭髮 她有光潔你可以把它轉到上面去 只是說這邊頭髮的分間會翹開來 她會造成在把玩的時候側邊這個頭髮 她會很容易的掉出來 那側面這一根頭髮也是比較容易脫落啦 旁邊這個頭飾你是可以拔掉的 你就可以把白色的靈界呢 跟另外一個藍色的靈界做結合 就可以裝在手臂上面的這個圖啦 往往就跟之前的櫻木真來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用的是之前的畫面喔 你也是可以把它的前頭髮拔掉 換成這個沒有髮飾的前頭髮也是蠻好看的 我比較喜歡沒有頭飾的樣子啦 像是MS都有一個通用的規格 就是頭頂上的這個蓋板它是可以拔掉的 你可以裝上這個芝奇露娜提亞斯的兔耳朵啦 不過看起來就是有一點違和感了 這個表情特別的可愛啦 眨眼睛然後嘴巴開口笑的感覺 表現出很活潑的樣子啦 這個就是有一點尷尬的表情了 那這個就是驚訝的表情也是蠻有意思的 它旁邊這個側髮有往前旋轉的關節 那另外一邊也有 一點點而已啦 頭部的關節是一樣的 所以你後髮往後的話 它左右旋轉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往前往後 左右的扭動 它的脖子內色也有一個單軸的關節啦 所以它可以做到這個歪頭的角度 大石甘奈跟櫻木真男 他們用的素體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松部大手也是一樣的 也有一個手拿的麥克風啦 那內褲呢當然也是一模一樣的 背後來看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長頭髮的角色 它為了做出關節可動度 所以頭髮就會切一條出來 看起來就會比較稠一點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去避免啦 手型方面有一對握麥克風的手型 還有一對搖滾的手勢 是這也是大石甘奈聲針的 還有一對中指跟無名指合起來的手勢啦 還有一對拳頭 還有一對往前筆的手勢 這也是筆頁的手勢 只剩右手才有的 那如果節目只有這個樣子 那可能就有點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就來組合另外兩個角色 大奇田花跟珊珊千雪 它的名字好難念啊 飛越星空二就是配珊珊千雪啦 飛越星空一就是配大奇田花 完成大奇田花 使給非常的漂亮 它是大奇甘奈的雙胞胎姐姐啦 是屬於比較內向害羞的類型啦 我是比較喜歡田花 因為內向害羞會比較萌一點 不過內向害羞的類型要當偶像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啦 不過這個是二次元的話 一切都合理的 而且我覺得它長得很像五等份裡面的三九啦 因為他們是雙胞胎啦 所以長得是非常的像的 都是長髮的美人啦 前頭髮圈看起來很像是對稱的 不過實時四折刻畫是不太一樣的 包含背後的長頭髮呢 雖然看起來很像 不過應該也是不一樣的模具啦 那這個是田花 所以田花的頭髮應該有一個往上舉的關節 側髮也是可以往前轉動的 另外一邊也是 那它的頭飾就是買頭部配正包就會有送的啦 不過它的這個飛越星空一的樹體也會多送一個頭飾啦 那剛好就是對稱的 一樣有一個可以跟白色頭飾做結合的 裝到肩膀上的藍色髮式的零件 但是它不能跟田花的這個白色頭飾做結合啦 因為他們的零件是反過來的 大石田花它是比較害羞內向的角色 所以它的表現也是比較尷尬苦惱一點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微笑的表現 只是說嘴巴沒有塗裝啦 所以我就上了一點粉紅色的墨線 看起來會比較有生命力啦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很可惜的它的表現只有兩個啦 它也有沒有頭飾的前頭髮可以替換啦 所以也是蠻好看的 大石剛賴跟大石田花擺在一起就是這個樣子 身高方面差不多 它們用的是同一套的衣服啦 雖然設定上幾面的胸部都是中等的胸部啦 都是一樣大的 但是身為一個變態呢 當然要把田花裝成最大的胸部啦 你可以從胸部最外側的這個弧形的輪廓去判斷啦 轉到側面來的話就是比較明顯 這個大胸部的確就是有比較大了 當賣的這個飛躍星空一的樹體 它胸部的尺寸有三種啦 最左邊的就是最小的胸部尺寸 換裝的過程有一點麻煩 你先把身體拆成這個狀態之後 就可以把它們前後分成兩半 那肉色的零件也是先拔掉了 然後你再裝入這個最小的胸部零件 其實左手臂可以不用拔啦 然後你再把這個鉤裝回去 脖子跟領孔你可以一起裝回去啦 那其他的地方再裝回去就完成了 這個裝飾品它是共用的啦 那跟剛耐比較一下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肉眼看很難判斷 因為真的非常的接近 你可以從乳鉤來判斷啦 中等的胸部就是有一點勾 但是小的胸部呢就是完全的沒有勾了 那我們裝回去中等胸部的大小 的確看起來是一樣的 那如果眼睛真的很難辨認出大小的話 你可以從肉色的零件的內側 三角形的圖形它就是最小的胸部 圓形就是中等的 方形就是最大的胸部了 那這個飛躍星空一丹麥的衣服呢 還會附贈兩個比較短的大腿的零件 那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是因為髒關節它只有給兩個 所以這兩個大腿它就沒有髒關節了 但是如果你有買30MM的話 這個是艾斯比的Type-C啦 它就會有多送這個球形的髒關節了 這個就是萬代的陰謀了 裝上去就是這個樣子灰色的髒關節 那大腿上半部換裝的方式很簡單 就不再追溯了 本來還看得到一點點大腿的上半部 現在完全被裙子擋住了 跟大齒剛來比較一下的話 身高方面就有差距了 大齒天荒是用飛躍星空一的身體啦 所以它的手型呢 跟一目真是一模一樣的 完成這個就是三三千雪 它的名字好難念啊 它是一個溫柔的大姐姐 二十三雪很照顧它的團圓們 髮色應該就是咖啡色啦 那背後就是它的麻花邊 一樣有關節你可以把它轉到上面來 那它的髮色呢 就是在髮尾的部分了 另外飛躍星空二這個身體 還有附贈這個通用的髮色啦 那用法就跟之前製造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因為它的髮色已經在髮尾的部分了 所以它的頭上就多了一片小翅膀的髮色啦 也是蠻好看的 它的頭頂上有這個呆毛的構造 你可以把它往上旋轉 或者是往下 往前 往後 那裡面的構造就是這個樣子 它是固定在這個小小的蓋板上面啊 它也是一個眼角下垂的美少女啦 那這個表情呢 就是一個微笑的表情啊 嘴巴沒有塗裝 所以我就自己在塗過了 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這個就是閉眼開口笑的表情啊 那這個表情呢看起來非常的溫暖 非常的溫柔 但是我覺得它閉眼睛的時候比較好看耶 那它的前髮跟它的髮尾呢 都可以換成沒有髮色的樣子啦 這個樣子也是蠻好看的 它搭配了這個飛躍青空二的素體呢 它的手型跟大瓷甘奈附贈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山山千雪呢 它使用了飛躍青空二的素體 萬代說這個素體它是一個全新的模具啦 萬代也說這個衣服會稍微大一號 不過你在鏡頭上面呢 會真的感覺不太出來 因為真的很接近 你用露眼看會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如果你遠遠看的時候呢 你真的會察覺不出來 山山千雪它是一個松布比較大的角色 所以這個素體就是裝最大的松布啦 因為我是變態 所以這個田花我也是裝最大的松布啦 那兩個最大的松布相比之下呢 這個飛躍青空二的最大的松布 還真的有比較大一點點 側面來看呢 你們有感覺到嗎 是不是千雪的松布比較大一點 那它的松布大小 一樣有三種尺寸可以給你做替換啦 只是說它這也是漏色的零件呢 你一定要跟你面的骨架結合在一起 不然它很容易脫落 那替換的過程是一樣的 就不再接觸了 千雪換成了小松布之後呢 的確是變小的非常多 那這個是換了中等松布的樣子 剛那也是中等的松布啦 所以感覺上大小是差不多的 雖然這個身體比較大一點點 不過你真的感覺不到它們的差異啦 那飛躍青空二跟飛躍青空一呢 的確是不同的模具啦 所以胸部的前端要跟這個後背做集合呢 還真的是合不起來 腰件跟裙子的碰度呢 的確它是有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真的是很微妙 不過你看這個雪白的裙子呢 它的內溝確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山上千雪呢 它是一個屁股非常大的角色啦 所以它的大腿的上半部呢 的確有做得比較大一點 左邊這個是櫻木真奶啦 不過它們的大腿以下小腿跟腳掌 應該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內褲的款式呢 應該也是一模一樣的 平常裝的這個大腿它是二號 那也有附件一號的大腿 它是比較長一點點的大腿啦 一樣是掃了髷關節的零件 那你一樣可以隨便拿一款30mm啊 這個是愛斯比Type-B 它一樣有多送了三個髷關節的球體零件 確實裝上去之後呢 身高方面就稍微高了一點 因為山上千雪它比較年長啊 所以高一點會比較適合它 最後呢我們將三位美少女擺在一起 其實三位都很漂亮啊 我會比較喜歡甜化 因為它是害羞內向型的 但是甘奈也很不錯 因為它們是雙胞胎 所以掌上上面會比較相似啦 那它們是一個小團體 阿露斯多羅莫里啊 就是六粗花水仙百合的意思 其實甘奈才是隊長啊 但是為了畫面的對身性呢 還是讓掌上不一樣的角色站到正中間 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組一款OB15 就是之前的露露捷的泳裝的改色的版本 組完的時候你會有一個泳裝的身體啦 還有一些黃色的零件 跟腳底板的零件啊 那我們把甜花的手臂跟手腳都裝上去之後 一個非常性感的美少女偶像就完成了死給 只是說比例上有一點怪怪的就是身體太小了 不過這種日本2D美少女呢 本來頭就是比較大啦 所以看著了好像也還可以接受 再配上這個膠瘦的表現真的是無懈可擊啦 那這個泳裝呢就是用了紅色的亮面材質啦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的火辣的 那石塔的地方呢 就跟之前製造的露露捷的泳裝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只有不再倔數了 稍微看過一下就好了 我們也可以把甘奈呢 裝上麗靴塔的泳裝啊 這個最火辣的泳裝雙胞胎呢就誕生了 我只能說看到這個畫面 你的小兄弟會非常的興奮啊 只有順從你內心最邪惡的那個慾望吧 這個就是30MS最好玩的地方 但是我會覺得泳裝的款式可以出多一點啦 那今天這個30MS偶像大師想要色彩 大騎甘奈呢確實是做得非常的不錯啦 角色本身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他選拿就是一目真乃的一個換頭 然後手型也稍微有一點點不同的版本啊 這個系列應該是沒有那麼的難買的 大騎田花跟珊珊先選呢 他們是以配件包的方式放售啦 其實你全部買下來呢 並沒有貴到也沒有便宜到啦 最後跟你買一整盒的大騎甘奈的價錢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系列呢 最後崩潰的一定是玩家啊 因為你要煮28次一樣的衣服 但是我又對這種偶像美少女沒有抵抗力啦 雖然我沒有看他們的動畫跟玩他們的遊戲 那我希望我可以收集28人啦 那今天就至少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